俄罗斯第五大港口高加索港被乌克兰精准封炸 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乌克兰继续对克里米亚和附近的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 重点再度对准了俄军在黑海的各大港口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1.俄罗斯重要的渡口遭到轰炸 根据央视的新闻报道 乌克兰的空军司令在8月22号的当天 发布了一条关于乌军使用美制炸弹 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军事基地发动了空袭的消息 其中军事基地中的无人机操作中心 武器装备与俄罗斯军人中的40人均受到了袭击 之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乌克兰在8月21号就表示了俄罗斯的福桥 已经被乌军用美制武器给摧毁了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守住乌克兰之前 袭击库尔斯克州地区而获得的战果 另外还声明了 此次袭击使用的武器是美国制造的海马斯火箭炮 也是乌克兰首次正式承认自己 在越境进攻中使用的是西方武器 根据乌克兰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库尔斯克地区遭遇袭击的是几个福桥的过境点 俄罗斯称乌克兰至少摧毁了赛姆河上的三座桥梁 乌克兰的一支装甲部队在8月6号 快速地攻击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边境地区 之后趁着俄罗斯没有反应过来 迅速越过边境线向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 8月7号晚 库尔斯克州的代理州长就宣布了 该州进入了紧急状态 22号 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库尔斯克市与其他的城镇地区 都开始建造钢筋混凝土的避难所 用来躲避乌军的袭击 另外还有该州 已有13万人撤离 但还有2万人仍然留在此地 就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如此紧张的局势下 国际社会的目光又被一起严重的海上事件给吸引住了 那就是俄罗斯交通部在8月24号宣布 乌克兰对高加索港口的袭击 导致了一艘再有30节油罐的轮渡沉没 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还有的失踪 所以克制渡口此时不得不停止运营 8月23号俄罗斯的卫星社报道 高加索港杜伦遇袭的当天 黑海的上空出现了一架美国巡逻的侦察机 2.乌克兰袭击高加索港的目的 如果只是单看乌克兰袭击高加索港的袭击 似乎也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毕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船只与军舰遭遇袭击而沉没 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但是细想后就能发现 隐藏在这背后的一场精心策划 就是乌克兰想要切断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补给生命线 克里米亚大桥自建成以来 俄罗斯想要将物资运输到克里米亚 就需要通过这座大桥 但是乌克兰在2022年的10月份 成功的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所以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大桥运输的军事装备与燃料的做法就逐渐的放弃了 主要也是担心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通过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到乌克兰的袭击 从而引发连环爆炸导致此大桥彻底坍塌 等俄罗斯彻底放弃使用克里米亚大桥运输物资后 海运的重要性就彻底凸显了出来 之前俄罗斯就利用铁路与轮渡轮换将大量的物品运输到克里米亚 甚至还出现了坦克冒险登陆协助运输 这就看出了放弃克里米亚大桥后 俄罗斯的窘迫处境 这条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很快就被乌克兰给发现了 所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年初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博地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多次袭击 并且多艘的登陆舰都被击沉或者击伤 乌克兰方面在3月24号宣称 再次成功突袭俄黑海舰队主基地塞瓦斯托布尔 并击中两艘登陆舰 而俄军仅剩下三艘登陆舰能使用 并且被迫放弃了运送侮给的任务 3.高加索港遭到轰炸的后果 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最大港口之一的高加索港 主要是用来向克里米亚半岛运送燃料 它不仅位于克池海峡 更是这个海峡上轮渡的东部终点站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港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上重要的军港与部分工业设施 就位于克里米亚 自从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开战之后 克里米亚就遭到了乌克兰的多次袭击 其目标之一就是乌克兰想威胁克里米亚 高加索港作为连接克里米亚海上的重要渡口 也是遭遇了多次的袭击 之前乌克兰虽然一直想将战线推至更接近克里米亚的地方 却一直未能入院 但是乌克兰现如今的远程打击手段是多样化的 除了此次使用的海王星导弹 它还拥有西方提供的风暴支营导弹 与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另外还有乌克兰在黑海上使用的无人机与无人艇 足以看出对于打击克里米亚的问题上 乌克兰的武器可是多样化的 之前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发动的袭击 事实上给黑海舰队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所以对乌克兰此次的袭击也不是很意外 克什大桥遭遇了多次的袭击 海运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俄罗斯运往克里米亚的物资将受到严重阻异 近一个月来乌克兰所有的举动 就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实力整体差距过大 正面迎击是肯定打不过的 所以就采取了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这种战术 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战火 毕竟目前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量领土 而且自己也无法夺回这些领土 所以就希望去占领俄罗斯的土地 希望以此交换达到目的 另外这样也可以避开俄罗斯的锋芒 将自己国内战斗力的价值最大化 将来两国在谈判桌上 乌克兰的主动权也会占据更大优势 就算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 但是也能牵制住俄罗斯 以达到减轻乌东地区压力的目的